这个笑容让樊磊既心疼又倍感幸福 于是他决定把这个从天而降的小宝贝留在身边 并且给他取了名字叫家喻 可是一年之后樊磊发现这孩子的头啊总是抬不起来 身上好像什么力气都没有 带到医院一检查 才知道家喻原来是一个脑瘫啊 但樊磊并没有因此抛弃这个孩子 反而是每天送他去医院做康复治疗 这樊磊花钱给脑瘫儿治病的事在村里传开之后 就开始有人陆续地往他家 樊磊虽然每天很忙很辛苦 但他的心里却很踏实 用他的话来说 我的生命好像有了笨 我挣的每一分钱好像觉得特别的有意 我们想问问 他们的亲生父母难道一点消息都没有吗 没有 在他们五六岁的时候 我就登报纸给他们寻亲们 疑似呢就是老三的母亲啊 来特别着急的去找这个保姆 就说我要见见孩子 我要见孩子 保姆就把电话给打给我了 我说您去谁啊 您想要做什么 他突然什么话都不说了 一会儿就把电话给挂了 从那以后再也没有消息了 他试图联系 但是在最后一刻他不敢面对你 当时老三呢来的时候呢 他是喉喘鸣 他一呼吸就哭了 一呼吸就哭了 可能在家里呢 认为他这个心脏出了毛病 不能治了 或者治了要花很多很多钱 就把他这个丢得我了 那你有没有想过 万一遥远的将来吧 有可能啊 有一个特别残酷的景象 就是他们的亲生父母 看到他们康复了 就出现了 说我要把孩子接走 那个时候你怎么办 我当然舍不得了 但是舍不得也 也得给人家 我觉得这是多伟大的一个父亲啊 应该为他鼓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